這個Excel檔是放我在這兩三年整理的一些題庫 原本還有一些是參考書上的題庫 但我現在這個Excel檔就分出來 就只放那些可以公開的題庫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現在是以學測 然後大學聯考 然後還有一些大考中心的研究試題 然後一些什麼聲臟特考 光這邊的題庫 然後我昨天花了一些時間統計之後 其實發覺光這邊的數量其實已經蠻多的 這邊大概就會有 我稍微整理一下有大概180份的題目 每份有一些大概10幾題 有一些大概20幾題 所以算一下總題數大概已經就是2500題 這2500題的分量對高中生來說已經相當足夠 那關於資料庫的建立的部分 我現在都是把它用成一個Excel檔 就是很方便把它導入一個資料庫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說有分年度提醒提號 題目的部分在這邊 然後媒體有重要性的難度 那這邊可能還是需要人工去做 就是說判斷一下這個題目的重要性跟難度是怎樣 之後如果有更多使用者回饋 可以讓它變成是電腦來判斷 就是利用使用者的回答情況來判斷 這是大考中心的一些關於這題的答對率的情況 那單元跟關鍵字的部分也是需要人工 一開始可能也是要人工來做就對了 那這關於學測大概91到102還有數假91到102 就是數以91到102 這邊我大概完成了大部分 但對於其他這邊的話 這是可用的東西 這都是可用的 但是我這邊的完成率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接下來可能還是要一些人 加速幫我完成這邊的東西 讓大家讓它變成一個可以用的資料庫 然後關鍵字部分我可能這邊也稍微擬定 之後我要把關鍵字再利用比較統一 然後我之前自己在用的時候其實格式比較亂 都是因為自用而已 但如果要公開的時候其實很多要調整 就那個標點符號是全形半形 然後選像是123還是ABC 這些都可能還要再花時間去把它調整好 然後說到最後 再的一次是能不能讓這個描定 不應該還是在那個描定